哥哥 你在听什么呀 我在听 中广早报新闻 好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代班主持人张庆林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8月30号星期四 好 英丽监视7月按时 今天是很多这个学校的开学日 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呢 今天可能早上要急着把小孩叫起来 提早出门了 今天在路上的交通也跟前两个月的 这个暑假期间不太一样 暑假期间可能交通比较 没有那么繁忙 那么搭乘公众 这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今天要上班的朋友 就要斟酌一下自己的出门时间了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早报新闻 还是要先拜托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面 这两个频道上面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帮我们把现在看到的影片 还有我们的直播的画面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中广早报新闻的独报服务 好 赶快言归正专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新闻重点 好 今天的这个新闻重点 比较有聚焦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杨俊翰 就差了那么千分之一秒 那么今天有说千分之一秒 也有说法是千分之二秒 意思就是真的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拿到了银牌哦 杨俊翰他的这个掉下的眼泪 今天在抱着头版当中会看得到 那么另外今天其他的新闻焦点 就比较不聚焦了 其中在中国时报呢 今天说我们这准公托政策 现在濒临到了这个溃败的一个情况 因为一些私立的幼儿园 他们说他们不能够配合 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原因哦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 头版跟内页当中有报道 另外在政治方面的焦点 蓝军昨天在新竹县长 跟台南市长的整合方面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二题 其他报纸在内页当中有报道 联合报今天头版呢 看到了泰国签证 现在不涨了 因为你以后呢 现在是照现有的一个程序 不见得一定要送往签证中心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今天在联合报 做到头版头条 那么自由时报头版 可能跟目前在大陆的朋友 比较有关的 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台报呢 如果你要去申请 这所谓的港澳台的居住证的话呢 可能在中国这边 就会面临到要缴税的情况了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 头版当中的报道 另外隐居方面的焦点 就看到在电视的金钟奖 昨天的入围名单揭晓 好 我们先从今天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看起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说 这准公托 全台总共4282所 私立幼稚园 现在串联要抵制 随着准公托政策 兵临到溃败吗 行政长赖清德 所推出的准公共化 托育政策 兵临到溃败 昨天包括了中华民国 儿童教保联合会的 总会的会长 谢子元 还有中华民国的 幼儿教育联合总会的 总会长呢 他们联合有一个公开信 不但宣布说 我们全国的私立幼儿园 现在是一致决定说 不会加入准公共化 另外还状告公平交易委员会 那么创下了民间业者 只说政府联合垄断的首例 因为私立幼儿园 占国内的幼儿园 大概有七成左右 私幼呢 他们串联抵制的情况之下 使得赖魁的 这准公托政策的推动 是更加的困难了 好 那么在这中华时报 除了在头版头条之外 翻到内页当中 其实他们也谈到说 你政策的急就章 很明显的就是为了选举吗 中时报今天那夜说 因为我们全台的幼儿园 这些私立幼稚园呢 他们心里面有很多 他们在一些心里的一些声音 他们说我们跟这个非盈利的一些学校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非盈利幼儿园的话 你没有负责人 你不用一些什么其他的人事成本 也不用缴税 甚至还有政府的一些预算的一些补助 所以我们完全不一样 你要怎么样让我们去吃大锅饭呢 现在这些私立幼儿园 他们已经串联说 我们不要加入了 其实在赖魁这边的台南经验也被打脸 因为私立功利化 设很多 只有酒家加入 那么新闻透视就说 因为家长的痛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选举来绑架 其实在这个公托政策之外呢 还有一些之前的一个补助政策 比如说这爷爷奶奶带孙子是没有补助的 这个事情今天在中国时报内页当中也说 因为我们为了这六千块钱的补助金的一个规定 是相当的荒唐 所以这爷爷奶奶就说 我们被迫骨肉分离 就为了这笔钱吗 另外还有呢 希望能够废除公共化 现在有四线市的保姆团体 他们在9月14号的时候 说他们要野餐抗议 今天有关于这个公托政策的一个问题呢 中国时报现在头版跟内页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 好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页当中 是我们的泰迁的这个问题 泰迁急转弯 泰国签证不涨价了 因为怕观光客不到泰国去 好 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 原本是说呢 10月份开始新增委外的签证中心来办理旅客 到泰国签证的事务 而正因为到这个签证中心去的话 就要加收470块钱的手续费 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引发了民众的反弹 甚至有旅行业者扬言说 要把泰国商品全面下架 就让大家呢 没有办法去泰国观光旅游 叫这样的一个团呢 那么泰办昨天就赶快重新发布了一个公文说 程序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政策出现了急转弯 换言之呢 这泰迁还是维持1200块钱的收费 好 这个改变是否是外交部所洽签的一个结果呢 其实外交部这边就强调说 我们是该做的事情一直都有在做 所以没有其他更多的评论 好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从10月份开始呢 民众还是可以选择到签证中心去办理签证 那么如果说呢 你1200块钱再加上470块钱的手续费的话呢 就是你不用排队啦 也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多花钱 你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换句话说 就现在的这签证中心 这规划其实没有改变 但是你可以选择说 你到底要自己送 还是说呢 去送给别人帮你办 到中间就有这470块钱的手续费的一个差别了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当中的一个报道 好 今天看到联合报 今天在内夜还谈到的A3 这个版面有张景森 张景森之前他曾经说免签赚百亿元 不过后来他这个数字就被大家打脸说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你倒是怎么算呢 那张景森就说 当然可能实际的金额是稍稍有些出入 但是增加了很多的观光收入 这个部分是事实 所以有什么好争论的呢 张景森并不觉得说自己的说法有什么不太对 那么百亿元真的是高估了 业者就说这根本就是自我麻醉 而联合报也说他们新闻分析 说这个泰迁的争议 其实是搓中了我们新南向政策 它的一个弱点所在 好 现在泰迁虽然说不涨价了 但是来营立委说 看起来好像只是还涨而已 那么绿营立委就说最好是免签 不要签证最好了 我们大家有些互惠 那不是很好吗 好 那么另外还有联合报谈到了 在观光局的一个统计数据 韩国 香港跟这个澳门的旅客是衰退的 另外看到菲律宾 越南跟泰国来到台湾的人次 的确是比去年来的增加了 这是一个观光的情形 好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我看到这个消息 说这个如果说你的港澳台的居住证政策 在中国这边是9月份就要上路了 但是呢台湾人如果持有这个居住证的话 在中国这边可能要克你的税哦 中国从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居住证 跟中国身份证的18码是相同的 用于台湾民众在中国的算是一个身份证明 而我们的国安部门提出一个警告说 中国官方会借次取得指纹啊 这些生物的一些特征 除了展现呢 它能够掌握台湾民众在中国工作 居住教学的一些具体情况之外呢 他们还会加大监控的力道 另外会依照中国的税制呢 把持有居住证的台湾民众 就会变成是他们的这个税收居民了 所以你必须要缴纳额外的个人所的税 好 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自由时报的这个说明了 他说因为有相关人士 可能是比较了解的 他就说在中国呢 修正规定是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 要居住满183天的个人 必须从中国的境内跟境外 所获得的所得税 那么来大个人所得税啊 也就是说你台湾民众 一旦真的去拿人家这个居住证的话呢 未来就会被要求你的全球所得 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就会增加你庞大的税务负担了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去领呢 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地思量一下咯 自由时报今天把这个消息就做到了 头版头条的位置 好其实今天在这个自由时报的内页当中 还谈到了中国各地的台办在拼业机 就是逼台商要赶快办这个居住证 而立委就说政府应该要加强管理规定 申请者回台之后要报备 就是要报备说 你到底有没有申请这个中国的这个居住证啊 那么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列测 来了解一下台商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形 好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内页当中还谈到说 有一个联航出奇招的一个做法 因为大陆民航局呢 他们日前要求美籍航空公司 把台湾改列中国台湾 不过呢美国联合航空 他们非常聪明又有创意 他们想出一个不一样的方法 有人发现说昨天他们在官网上面 改以货币付款资讯的方式来呈现 这些国家的一些列表 所以呢本来是台湾这个选项呢 现在就变成新台币 那么大陆这边呢就变成是人民币 香港呢就变成港币 用这种方式来条列呈现 那么也避开了国民上面的一个 比较敏感的做法 那么外交部就说啊 非常感谢连航这种弹性的做法 而相关的做法我们也是乐观其成的 好今天看到了在报纸的头版当中 有杨俊翰的这个眼泪 今天报纸其实都还有蛮大篇幅的报道 像自由时报间头版就谈到 男子我们在亚运当中200公尺 田径场上杨俊翰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迎恨 那么在场上呢 他也留下了男儿泪 昨天在这个两子的200公尺决赛当中 杨俊翰呢 他是在压线的时候呢 持居银牌输给了日本的这个选手 大概差距是怎么样千分之一 有时候千分之一 有时候千分之二 就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哦 所以后来呢 还调出了这个当时的一个画面 来看看说到底是谁牵压线的 结果是日本的选手拿下了金牌 杨俊翰呢拿下了银牌 好那么杨俊翰呢 他留下了男儿泪 这个画面很多民众说看了都觉得很心疼哦 21岁的杨俊翰 他是去年的亚运亚锦赛当中的200公尺金牌 而今年五月份的全大运 他也标出了今年的亚洲第三块的这个记录 所以呢 这次在亚运当中 他被视为是夺金的大热门 昨天看到其实呢 杨俊翰他为了这个拼金牌 他刻意有压低他的这个身躯哦 希望比对手能够提早压线 结果在终点之前 他的脚步一个亮枪没有站好啊 所以有点没踩稳 失足摔倒 后来经过了终点摄影的判决 他是拿下了银牌 即便是我们教练团向大会提出申诉 但是很可惜还是维持原判 他还是拿银牌哦 那不过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今天在这自由时报的那页当中 帮大家整理说 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观赛重点 包括了男女400接力 在今天要抢牌 杨俊翰也在这个接力赛当中 另外今天在这球场方面呢 棒球赛事 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钟 要对上的是 我们的棒球队中国队 还有在篮球赛事方面 女子跟男子 今天都是四强赛 其中在女子的四强赛事 上午的十一点钟 我们的对手是南北韩的联队 另外在晚上的七点半钟 在南篮的四强赛 中华队的对手是中国大陆队 好在棒球赛事方面 今天联合报的那页说 我们棒球今天要对的是中国队 但是我们先发 到底要派谁来先发呢 现在是保密不能够说的 今天晚上七点半钟 迎战大陆队 总教练呢 他说我先不公布 我们的先发人选 只透露我们的先发会有两个特质 一个就是他必须是左头 而且他的控球要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对中国的这场比赛呢 大家都说是非赢不可 之前我们的总教练已经说了 这场比赛呢 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好今天在自由时报的 头版当中看到了 这个男子呢 进台湾的时候呢 因为他带了很多的外币 但是没有申报 就现在呢 他就栽在这边 而且可能要被没收台币 大概一千多万元 这个男子后来查一下 他的身份 蛮不简单的 因为他是被全球200多家赌场 列为黑名单的 叫做台湾赌神 名字叫做戴子郎 他今年61岁 他带领了大概有二十三 二三十名他们的成员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赌神团队嘛 他们在韩国的一处赌场 赢得了赌金 大约是十亿元台币 昨天他独自从韩国 搭机回到台湾来 就在桃园机场的时候 他没有申报 手边的这个外币啊 这包括有四亿八千万韩元 还有四十七点三万的泰铢 合计是台币 大概一千多万元 结果现在是要遭到没收了 这个所谓的赌神呢 他其实还面不改色 也蛮大气的 他就说啊 这个来得容易 去得容易 就当做是缴税吧 这些钱呢 他就不要了 台币大概一千多万元 好这也是今天 我们看到在自由时报的 头版当中的一个报道 好今天还有在政治方面的焦点 今天是做到了 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 蓝军的这个整合 蓝军团结 那么其实在昨天 包括了新竹县 还有在台南市上面呢 蓝军似乎都有整合了 所以今天 在中国时报就点名 桃园了 好看看桃园 这边有没有整合的机会呢 赶在选举登记截止之前 蓝营成功的整合了 台南市跟新竹县等 分裂选区 选票是否会回流 国民党现在还有待评估 但是呢 至少唯一支持一位候选人 这已经变得比较明确了 品牌认同方面呢 应该就比较不会混淆了 昨天在新竹县方面 林维州宣布 他不参选新竹县长了 而在台南市方面呢 杨子敬 陈子敬呢 他就宣布说 他不参选台南市长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似乎已经整合出来了 那么另外 因为明天就是登记截止 桃园部分呢 能不能够说服前立委 杨丽环来退出 桃园市长选举 这最后一桥是备受关注的 好 那么其实看到在林维州这边的退选方面 今天中文时报就说 马英九啊 朱立伦 王金平 红秀珠 都是轮番上阵 就是希望他这次呢 不要参选 那么林维州呢 在这样的一些劝说之下 他昨天也宣布说好 他这次就不选了 但是林维州他的选票呢 年轻跟竹北选票 未必就能够转移给 现在的党提名人杨文克 但是至少表面上是 避免党内的一个分裂了 在台南市的部分 陈子敬也是宣布说 他就退选了 选战到昨天为止了 但他否认是遭到劝退 他说是经过自己的审慎评估 他说聪明的战士 选择适当的时机来退场 好 今天看到是中国时报 头版二题的报道 联邦今天把这个消息 做到了内夜的A2版面 那么林维州的哽咽退选 他说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牺牲者 他在感谢很多人当中 就是没有提到吴敦义 吴敦义 当然因为在之前 因为党内的制度关系 所以林维州跟吴敦义 是不是有些心结呢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夜当中 有些报道 那吴敦义就说了 其实你要他一下子转弯 其实的确是有些困难的 他大概心里面也知道说 这林维州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所感受到的一些 心里面的辛酸辛寒 那间联合报的内夜当中 有相关报道 好 另外也是跟政治有关的消息 今天在自由时报 内夜说 在绿营方面 苏贞昌跟姚文志 昨天在清晨的时候 他们去了这果菜市场 批发市场 扶晓合体 魅力横扫市场 那么姚文志呢 在昨天随后也登记参选了 他誓言要创造 民进党20年来的首次奇迹 好 柯文哲之前 我们都知道 他有时候会搭公车去上班了 但是呢 因为最近有些状况 频频遭到独派的提及 他就去围他 所以现在柯文哲就改搭 公务车上班了 现在自由时报 内夜有报道 好 联合报今天在内夜 谈到这苏力穷 劳动部次长请辞获准的消息 在劳动部这边又传出了人事异动 内政部次长苏力穷请辞 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已经批准了 他的辞呈了 任期呢 就是到明天咯 行政院呢 预计在今天会发布人事令 因为苏力穷 他曾经担任高雄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 屡屡有战功 所以外界就揣测说 是不是要让他来担任年底选战的一个 辅选大将 所以在这个时候请辞呢 那么外界就揣测说 是因为为了民进党的选情来救火 不过行政院这边强调说 这苏力穷他的请辞 是因为他个人的家庭因素 因为他请辞要照顾高龄93岁的老母亲 他说因为妈妈在三月份的时候 曾经跌倒 那么行为有些退化导致的 所以他本来是五月份就要请辞了 但是部长许明春在二月底才刚刚上任 强力的喂留他 希望他至少等半年之后再走 所以他觉得在基本上呢 完成了基本工资审议的这任务之后呢 他就请辞 现在也已经获准了 好那么苏力穷呢 他其实在媒体上 我们也常常听到他的名字 如果看到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的话呢 他长期被视为是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的爱将 临危受命接任政次 一上任就面临到 以利益修修法的争议 在前部长林美珠传出离爱之后呢 那个时候更被认为是接任的人选 但是没想到党政高层 后来是提拔同事成居爱将的 高雄市的前副制度许明春 所以苏力穷那个时候 是跟部长这个职位擦身而过 而现在呢 他请辞了劳动部的政务次长 接下来谁来接任呢 劳动部方面表示说 目前还没有想法 那么业务就由其他的人呢 来做一些分担了 好 那么另外跟这个政治有关的消息呢 还看到今天在联合报的那一说 这公投联署中选会呢 其实在联合报这边 对于这公投联署部分 我们连日来 其实看到他们常常会提到 现在公投联署的一些进展啦 现在送案的情况喔 而今天最新的一个情形 就是中选会说 发现有大量抄写的情况 所谓的大量抄写 就是他们在好多份的 这个联署书当中发现 是同样的字迹 同样颜色的这个原子笔喔 所以说 这根本就是可能是 有些抄露的情况喔 所以中选会就强调说 绝对不能够容忍 有这种伪造的行为 大量抄写 必须要剔除 好 那么在这个中选会 这样的一个说法出来之后 国民党就说 你这根本就是用放大镜在检视 有为行政中立 另外还有其他这个提供投案的 像幸福盟就说 没有查证就影视说 有抄写的情况 这根本就是不负责任嘛 联合报 今天在内夜 A4版面的报道 好 根据水情有关的消息 中文时报间内夜说 赖清德院长他昨天呢 是三度到嘉义这边去看灾喔 那么不断地说吧 拍死拍死喔 这次淹得这么严重 赖魁所提出的 以公代证方案呢 月领可以有24640块钱 所谓的临时工作这个方案呢 以公代证呢 你就可以透过申请 协助周边邻里恢复家园 实行140块钱 一个月最多可以有176个小时 劳动部呢 给付给民众薪水 民众做满工时的话呢 大概一个月可以领个 24640块钱 好 当然这个做法就是希望能够 赶快的恢复家园也让一些失业的人呢 这样子不无小补的 有些金钱的收入 另外在嘉义这边之前的 淹水情况非常严重 他们的一些补助办法就是 50公分以上补助5000块钱 不过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啊 家电家具全部都是在水里面 这5000块钱够用吗 还有就是50公分以上才补助 就淹水50公分 那么50公分以下就不补助啊 大家就说50公分以下也是在淹水啊 所以其实有民众就说 包括你资格非常的严 程序又非常的复杂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补助 是不是看得到 吃不到呢 其他的灾情部分呢 好与灾损相当的严重 浓于民心都在淌血啊 牡蛎呢是开口哭哦 不是开口笑 是开口哭哦 还有莲雾呢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了 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啊 今天是这个高中之以下的学校的开学日 在多数的学校今天都有如期开学 不过呢 这个重建之路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另外就是副总统呢 陈建仁他在这个淹水期间到金门去玩哦 这个部分间中文时报 大概有个小小的一个方块的地方哦 那陈建仁的消息 今天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就是你水淹南台湾 但是还是到金门去哦 来人立委就三问陈建仁说 这钱到底是谁买单的 还有你有没有搭砖机去 这些都是要说清楚讲明白的 好要说清楚讲明白的 还看到联合报今天在 那页当中说823水灾 今天会提检讨报告啊 现在初步的了解就是因为是 短时间之间的强降雨 造成了这次的淹水灾情 而今天的这检讨报告 行政院今天会由交通部 经济部跟农委会进行跨部会的检讨报告 好这次其实在这个牲畜方面的灾情 还是非常的严重哦 那么有超过万头的猪逆币 在肉品要加强供应 中秋节的烤肉 中秋节也快到了 那么中秋节烤肉 现在说应该在肉品供应 是没有问题的 联合报今天内夜报道 好自由时报 今天在内夜倒是有谈到 这正名点 这中央气象局这边哦 而这次其实在豪雨这么大 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 哎是不是怎么 这个雨这么大 没有预测好呢 没有跟我们讲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 先做一些防备呢 气象局每次到这种时候 都是被骂臭头的 那么这暴雨的袭击 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情 中央气象局坦言说呢 因为这种中小尺度的 对流雨或豪雨 这天气系统 要等到两三个小时前 才能够知道 哪些地方会有降雨的趋势 所以如果要提前预测 精准上是有有限的 那么中央气象局的副局长 正名点就呼吁说 希望科技部所辖的 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 能够跟气象局整并到 未来的环境资源部 要提升研究人力跟能量 希望呢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在正名点的这个提议之后呢 那么也引起了相关的讨论 今天看到是在 自由时报的内页当中说呢 这正名点希望能够整并哦 那么在未来的这功能啊 预警方面 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做法 好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 自由时报这个版面 还看到了登革热方面 在台中又增加了 五粒的登革热 那么似乎是从菜园 这开心农场 慢慢的已经延伸到了 社区当中了 新北这边登革热增加一粒 高雄增加两粒 研判源头 使境外移入 登革热的疫情方面 好 那么今天在自由时报 还有其他报纸内页当中 也都谈到了维谷利 从10月份开始 健保不给付的消息 总共有31项葡萄糖胺的 指示药品 必须要自费买 12万人受到影响 这是维谷利的部分 好 另外在自由时报的 这个版面当中 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 很多朋友的车子 现在有汽车免药室系统 也就是车上 在你的这个方向盘的旁边 有一个像电源开关一样 按下去 这车子就发动了 但是昨天是 在国内来说 消息会提出的一个警告 说美国在5月份的时候 就有13个人 因为引擎没有关闭 导致于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所以希望主管机关 能够加强来清查 国内的案例 并且应该要强化车商 要善尽一些安全的警示义务 否则应该要依照消保法 开罚最高150万元 好 现在时间是7点47分了 待会我们再回到早报新闻现场 哈喽 今天是我代班 代班两天的时间 那么今天是开学日 所以很多的朋友 今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早点出门 不要塞车塞人了 那么刚刚其实我们谈到 气象局的预报 因为庆龄之前有参加 气象局的一个课程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在我上课 当然很多东西都忘记 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 气象局这边提醒说 在气温方面的预报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雨量的预报 真的是有一些难度 雨量的预报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听到 气象局说 雨量的预报 可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前才知道 所以在预报上面的难度 也造成说没有办法及时 不过我相信气象局的人员 都非常专业跟认真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 好 现在时间是7点48分 欢迎回到中广的早报新闻 我是代班主持人张庆林 今天苹果日报比较不一样 今天苹果日报呢 他们不是一些什么社会案件 也不是一些比较耸动的新闻 他们今天提到的是 一个他们的专题报道 我们给这直播的朋友看一下 他提到的是 我们台湾变成一个世界的垃圾场 除了在头版头条之外 今天在那页 苹果日报有大幅的报道 就是说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现在有半年 有86个国家的百万顿垃圾 涌进了台湾 像什么英国 荷兰 爱尔兰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他们有些什么废纸 废塑胶 全部都往台湾这边送过来了 所以他们这个封面故事追追追 今天关心环保议题的朋友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今天 在苹果日报的头版跟内页的报道 你知道呢 至少有些中国的废弃物 他们不要 就台湾就狂收了 我们政府麻木嘛 因为其实在中国这边 他们的相关的规定 比我们还早来做一些规范了 那我们台湾这边的新智 最快10月份才会上路 所以这很恐怖的 满满的垃圾的情况 全部都堆在我们的家园当中了 我们这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拿出一些具体的做法呢 像是菲律宾跟泰国 他们也把废料丢来了台湾了 好 国内的进口废纸的收购情况 今天在苹果日报的专题报道呢 大家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 那么今天在苹果日报也谈到说 这东南亚各国 其实他们都有陆陆续续设了一些禁令了 而国内的回收业的情形 像以前石荒阿嬷如果推个58公斤的话 会换回107块钱 但是现在呢 以前呢是可以赚200块钱 现在大概只能赚100块钱出头了 所以在回收业方面 他们有相当多的心里面的苦 今天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 财经焦点方面 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说 外资大买超 大空手 大空头 台股演双尬行情 不为摩台纸结算 跟MSCI 记底调整生效 这些变数 台股在昨天呢 继续由外资强拉台积电 并且扩大买超134亿元 展开了 尬空头尬空手的 双尬行情 指数台股已经推升上了 1万1了 除了在经济日报 头版头条之外呢 在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有 台积电跳舞 外资喊价 三字头 台积电的股价是 连三红 首度 追过了联发科 向史上高点 266块钱来挺进 甚至那个 德意志证券拉升 台积电的目标价到 302块钱 非常的高 好 今天在这个 经济日报 头版中说 台积电的市值 充7兆元 另外就是苹果 传出秘坊 友达 晶电 那么看上了 台湾的显示器技术 渴望打破 iPhone面板 由韩日业者 主导的一个局面 另外 加拿大这边 重新回到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谈判桌 接着两大财经报 有相关报道 另外在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当中 有金管会有三招要去 金融家族化 包括提高 大股东的持股 还有维持银行的 经营的独立性 另外就是 董事会的一个 多元化 好 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 是杨金龙 昨天这个记者会 今天在经济日报的 内页当中有报道 那么经济日报 就谈到说 杨金龙说 这金融账流出 不是坏事 昨天我们央行 很罕见的 说明了我们的金融账的 长期呈现 净流出的一个情况 那么杨金龙就说 其实也并不是坏事 那么以锐朗作为借禁 强调如果国际收支 双顺差的话 就会产生台币升值 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昨天总共有13页的报告 是全程直播 不过大家除了这个 财经方面的关注之外 还用政治方面来看 杨金龙昨天的一个动作 那么像是呢 这个在中时就说 央行是不是变成了 政府的一个化妆师呢 那么联合报今天 也在那里当中谈到说 到底昨天上的是 财经课还是政治课啊 因为昨天这个杨金龙的 谈话时机非常的敏感啊 那么他解释说啊 他是把这个情况来做一个解释 但是其实呢 他也就是因为最近很多的 这政论节目 他们都在这个话题上面做文章啊 但是他突如其来的这个记者会 是不是有高层受益说 他应该要出来做一个说明呢 也给外界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联想了 这是在今天的财经焦点 内页的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在公商时报 今天内页谈到说 我们没有接到禁令啊 那么超商这边说 我们还是会继续来卖比特币 在国内有全家跟莱尔夫这边是可以现金买到比特币的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之前金管会就说 我们以后不希望透过现金交易啊 所以被解读为要禁止超商的交易比特币 不过现在这两个超商都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禁令 看看等到政府什么规定出来之后 我们再看怎么配合 财经上还有一个焦点 今天在苹果财经新闻有接口支付 涉吸金金管会震怒 那么昨天呢 他们遭停止了相关的活动 还有被下架震惊了金融市场 那么在这个支付方面的一个议题呢 支付大战商战 政府跟业者之间的一个角力 今天在苹果财经新闻报道 好自由时报 今天内有顾立雄金管会这位大主委说呢 金融业的核心资料以后都要储存在台湾 这不时针对赖争取纯网银 所有的银行全部都要适用 中国时报间那夜谈到了 美国佛州传出有狂牛症 现在说新增的这一例狂牛症呢 是非典型的狂牛症病例 是一头六岁的老牛 而且呢 他并没有进入这个屠宰链当中 是美国的第六例狂牛症的病例 国内目前是暂时不会调整 美牛进口的相关政策 好联合报今天那夜提到的 新本市有个诚信男子呢 他因为遭控偷全家超商的游戏点数卡 结果遭到起诉 这个男子坚持说自己没有犯罪 还上吊自侵 现经察院弹劾承办的原警 跟当初的检察官 因为呢 公务员承介委员会觉得说 原警办案太草率了 昨天判他要休职一年的时间 至于检察官的这个部分呢 还在司法院的职务法庭审理当中 好 昨天在捷运板南线上的一个惊魂呢 有一个女子她在捷运上面 被人发现说她手上有一把刀 哇吓死了 大家都惊慌的又要逃离那个车厢了 那那个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原警她下班了 她听到说有这样的情况 马上上前去跟这个女子来沟通 结果呢 要制服这个女子过程当中 这个原警也被划伤了 那么有一些受伤的情况不还好 整个事情后来很快的就处理好了 但这个消息又发生在捷运上面 让大家都相当的惊吓 好 这就是今天的35分钟的早报新闻内容 我是张庆林 明天我们空中再会了 接下来进行今天的听懂新闻 狗狗 你在听什么呀 这些人都会有从小偿 那我们修讯 就再也会有从小偿 字幕提供